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人们的骗钱 那过去大家对电竞游戏可能都会觉得说是一个学生时代玩的东西 从过去这个打游戏可能就是大家放工之后或是放学之后 这个纯粹娱乐消遣的事情 可是发展至今它其实已经是一门职业了 现在的这个电竞行业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的蓬多 那在每一年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一些电竞的比赛 比如说这个DOTA的比赛或是League of Legend的比赛 那Statista的数据就显示 2020年的时候全球的eSport市场规模已经是价值95亿美元 那这份数据也预测说到了2024年 全球eSport全球的市场收入将达到161亿美元 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那当我们谈到电竞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去探讨 一个是玩家参与的层面 这个产业似乎它已经不只是玩家在参与电竞而已 而且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 就是它带动了大家来观赏游戏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那观赏的这个产业 现在也是迅速的在蓬勃当中 那么根据NewZoo公司发布的2021年 全球电竞与游戏直播市场报告 就显示说2021年 全球的电竞观众 将增加至4.74亿 同比增长了8.7% 那么其实过去这一年的疫情 真的也让更多的人 加入到电竞的这个行列当中 那不管是这个开直播打游戏 或者是成为这个电竞直播的观众 这个产业它越来越蓬勃的发展 背后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原因 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这期节目当中 好好的来探讨一下的 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邀请到 Emerge Esport的CEO Roy 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究竟这个电竞行业催生的 这个注意力经济 以及Emerge这个公司 未来一些业务的发展 我们欢迎Roy 谢谢大家 Hello Roy 欢迎你来到开门建商 那今天就想要跟你聊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算是一家 Emerge Esport的agency的公司 那你们公司旗下呢 有很多的streamer或者是gamer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介绍 你们的公司的业务呢 所以我们主要在Emerge Esport呢 我们有四个主要的key business unit 所以第一点就是你所说的 就是我们都有manage一些我们旗下的网红啊 或者职业选手啊 那个是我们第一个的business unit 所以我们所代表的就是我们会帮他们和厂商谈啊 赞助商啊 广告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会帮他们就是manage 他们的media rights之类的 然后第二呢 第二个business unit呢 我们有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就是职业战队 电竞战队 所以他们就专门就是都是职业选手去打比赛啊 然后第三呢是我们的special projects special projects 我们通常都会做一些co-branded merchandise 就是和其他的公司啊 做一些co-branded的椅子啊 或者co-branded的电脑啊 华书啊之类的东西 就是handle一些IP之类的产物啊 跟那些products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比较technology的东西 比较focus on和社交媒体啊 社交平台啊 或者和网红之类 怎么check他们的后面的backend statistics 都主要就是这四点 好 那我们先专注谈谈这个关于电竞观众这个产业啊 那其实疫情对你们来说肯定是一个帮助嘛 那事实上其实疫情对于可能Facebook YouTube啊 种种只要是虚拟上面的东西都是有所注意的 那在这种我们叫做attention economy 就是你看YouTube 你看Facebook 这么多的选择是吧 现在的消费者 甚至有的是可以去订阅一些streaming platform 像是Netflix 你觉得其实电竞行业哦 它的优势在哪里 就是它怎么样从这么多人都在抢attention的行列当中 它怎么样能够更成功的去获得观众的这个观看呢 我不会说我们都在和它们争夺attention 因为我们都会跟这些社交平台 就比如说Facebook Twitch之类的 都是很有精密的合作关系 怎么来说是合作关系呢 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参加一个比赛 通常都会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直播 就比如说Facebook或者Twitch 所以其实都是有精密的合作关系 第二就是网红 他们直播都会直接在这些社交媒体台上来直播 还有如果在Netflix啊 爱奇艺这种 他们最近也有 比如说Netflix 他们最近也有在就是宣传来说 他们都会进入gaming的市场 所以我们能看得出越来越多 就是对gaming啊之类的需求 so其实我们不会说是竞争还是什么 可是如果来说 真正要找到the correct target audience的话 我觉得现在点是说嘛 疫情嘛 大家都在家就是看content啊 就比如说 来像Netflix 所以现在在我们gaming进展来说 都有target a specific community 就是我们这些gaming的community and gaming community分两种啊 就第一就是比较喜欢看比赛 比较喜欢看就是电竞之类的 第二就是比较more casual gaming 他们都会看一些网红直播啊 就和他们教他那种之类的东西 好 那我可能修正一下 就是其实我比较想了解的是 可能从content voice来讲 gaming是一种content嘛 那他肯定会跟一些 比如说其他的content去做一些竞争 比如说TikTok影片 应该就不属于这个gaming的范畴 短视频啊 其实在这个部分当中 看gaming直播的人 跟看这个TikTok的 retention率有差吗 然后他们的这个属性 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就是其实看gaming的人 是一群怎么样的 一个这样子的观众呢 我觉得看gaming的观众 当然是gamer themselves that's why so第二呢 他们都喜欢是 有不同的观点吧 他们为什么要看gaming content 第一呢 是可能他们想进步 对吗 他们想看一些职业选手 他们是怎么玩 怎么进步 怎么达到 就是这样 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第二种 除了想看进步 当然是他们想看 比如怎么打这个 particular的hero 比如说Mobile Legend来讲 我们如果要玩这个系列的 因为我们应该怎么打 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你是说TikTok的视频 其实我们也有和TikTok合作 所以他们也在打入 这个gaming的市场 因为他们知道 越来越多人 在关注gaming这里 不只是电竞 就是gaming as a whole 那我相信 确实是不同的 这一些的内容 它是针对不同的群众 大家其实 有时候是竞争 但也是分众 那我们也知道说 像eSport 不管是在这个gaming的部分 或者是观赏的部分 其实很多 它这些观念 或者是这个的崛起 它是源于欧美国家 那么现在在西方国家 有很不错的发展 那我们都知道说新加坡呢 因为你们公司 是扎根于在新加坡 那么新加坡又是亚洲 对于西方国家的门户 那虽然马来西亚 一直也想要成为这个门户了 但都没有成功 那都还是新加坡 成为一个最好的 一个对接的接口 那么身为一个扎根 在新加坡的 eSport的行业的公司 你们是怎么看待eSport 在整个亚洲的发展呢 我个人觉得 当然欧美 大多数的电竞都在安局员 大多数的gaming developers on the earlier days 早期的时候 比如Valve 他们所develop的游戏 such as CSGO 跟Bordal 在欧美国家 8到9年的意思 所以他们那边的基础 都打得比较好 可是我们能看在近年来说 越来越多developers 都在亚洲 就比如说Mobile Legend by Muntone 还有我们的LL这些 在Riot 还有Buggy Mobile with Tenshin 所以我们看得出 越来越多在亚洲 生态越来越大 还有政府的支持 也是很重要 就比如说 其实不只是新加坡政府 马来西亚政府 也有很多在这方面 电竞的支持 就比如说MDAC跟Magic 都有做很多电竞的 这些活动 就和很多gaming community 有所互动 然后新加坡政府来说 也有做了很多 就是和很多developers Global Developers World Championship 在新加坡 就比如说 Recent的Free Fire 跟Mobile Legend World Championship 都是在新加坡 其实我们不只是 和欧美的 就是gaming developer 有所合作 其实在亚洲 也有很多 大的gaming developers 都在增加他们 对gaming的这个support 在东南亚 好 那谢谢这个Roy 给我们分享 整个电竞的 在亚洲的趋势 那我们细看你们这个公司 旗下的一些streamer 或gamer 那其实你们在挑选 这些talent的时候 你们其实更看重的是什么呢 是他们这个游戏 打得好不好吗 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标准 今天我们所看的 游戏打得好不好 我不是说不重要 当然是重要的一点 但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 他们观众互动 是什么种特色 他们自己的personality 因为最重要的 刚才我们所说的 就是他们content 和他们的社群 有所互动 最重要是因为厂商 就是广告投放 他们想看的就是traffic 对吗 如果你和你的 就是粉丝 没有这些互动 没有这些engagement 也就是没有这些traffic 没有这些viewers 不管你打得再好 也没有用 然后第二点 就是他们的commitment 对这个方面的 对这个电竞 或者对这个gaming 或者对这个直播的折承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 网红的支持是挺高的 除了和他们 与社交媒体的配合 做一些PR之类的 我们也有做一些 就比如说他们的webcam 他们的mine 我们都会support他们 我们也不想找了一些网红 我们全部的就是product 跟equipment 然后第二天就走了 所以我们也是想看 就是他们对这个行业的折承 那其实你刚才有提到说 会提供这些所谓的webcam 那我相信其实这些在做内容的人 他们对于这个画质跟画面 都是非常的讲究的嘛 那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培养talent的这些的方面 那特别像是我们媒体行业的话 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在培养我们新一代的talent 那我们关注的点 可能跟你们的行业又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想要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你们这个eSport 或者是gaming的这些网红的养成 或者培养 你们最重视的是什么 然后你们的策略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最重视的 当然是他们对这个行业的态度 跟他们的拼紧 哪一个行业来说 就比如说不是只是做在电竞 或者在gaming的这份行业 你做哪一个工作 哪一个行业都好 态度是很重要 对他们对这份工作的态度 更认真 跟他的质诚 在不在 还是他们就是 因为我还在读书 我还在当兵 所以我没有东西做 就是直播 其实我们看得出的 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数据来说 大概他们训多久 他们的互动力多高 之类的 我们都不能看得出 那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会不会觉得说 其实对一个网红来说 个人特色是很重要的 那是一定的 特色是一定的 因为我觉得 网红有很多种 有些是比较搞笑的 有些是比较就是电竞的 他们喜欢做一些高弯度工作 之类的东西 而有些是 比如说不只是打电竞 他就可能是去 户外发展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们怎样栽培这些 我们都会看 他们所做的一些事 来针对 看我们怎样栽培它 然后我们会怎么栽培它 就比如说 我们有和MediaCorp 就新川美 新加坡 有一些合作 就可以support他们 with一些就是广告商 一些equipments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之类的东西 我们都有support 然后当然社交媒体方面 我们都会有 partnership with TikTok to amplify他们的content 可以让越多就是粉丝 能reach out他们的content 之类的东西 我们都有支持 好 那Roy其实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在介绍你们的业务 有提到一个最后一个point 就是说你们会帮这些streamer 或是gamer 然后去建立一个 背后的database 这个部分听起来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它是什么 是不是跟YouTube 那个后台数据 是雷同的东西吗 对 所以我们现在 目前也在开发着 一些backend的technology 很多社交平台 可以connect 他们的direct API 为什么我们想这样做呢 因为这样可以 仔细地看得出来 他们在哪一个平台 比较有效力 他们的粉丝 比较喜欢和他们 在哪一个平台有互动 所以我们可以 through that 我们can better accurately identify 哪一个平台 会比较适合他们 然后第二点 哪一个平台 会比较需要进步的空间 然后照着这个talent 跟那个网红 来说的一个comparison 我们可以看得出 就比如说这个网红 他们在YouTube 会比较厉害 他们的content 可能在那边的互动 也比较高 他们是平时怎样做的 你可以怎样 跟他们学习 之类的东西 如果我们要讲栽培 都是用话说的 我们要有数据来支持 对 数据还是很重要 而且数据是会说实话的 那么在这次的访问当中 其实我们有观察到说 你们在去年 launching的时候 有做了一个YouTube的影片 那里面说 有说要打破一些 关于eSports的一些的偏见 那么你们觉得 大家对于eSports的 这个偏见是什么 那这个偏见 是不是很严重呢 那你们又会用 怎么样的方式 来反驳这些 质疑你们的人 其实我会说 这几年来 那个偏见会很严重 就可能五年前 四年前是挺严重的 打gaming 打eSports 大家就觉得是个 gaming addiction 对吧 可是这几年来 我们可以看得出 越来越多 就政府之类的支持 会比较好一些 可是当然还是有一些偏见 那个是无可否论 比如说现在我去跟我父母说 我不想做工 我全职想把职业选手 这个是我的行业 我跟你讲 明天不用回家 所以这个common stigma common的偏见 这个是一定的 无可否论 我们也不能说 他们是错 还是他们是对 因为之前在他们的年代 当然他们没有对 这个行业有所了解 但是我们要对这个偏见 有所改观的话 首先当然是需要很多部门 很多公司的配合 为什么我这么说 就比如说我有个电竞选 他们想去银行 就apply a credit card 在那个表格那里 他们想要放的行业 是没有得选电竞选手 所以这个是对他们 是很不公平 如果你要去 比如说在新加坡 你要去拿一个物质 申请一个物质 你要拿 填一个表格 你也是不可以填职业选手 所以这个是 社会所对我们的一种看法 如果社会 跟这些部门 都没有配合的话 怎么要要求其他人 或者大众 来改观我们 对我们的偏见 其实Roy讲到 就是电竞确实 它是一个很新颖的 新兴的产 也来是近十年 二十年来 这个才冒起来的 当然它的那个前景 从一些客观的数据 就知道说 这个产业的未来 是很蓬勃的 但我们仔细去看 里头的一些player 或是说观看电竞的人 会发现说 其实他们都有一些特性 年轻可能是一点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对科技特别的热衷 其实在Roy 你的这个看法当中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特性 可以使得 eSport跟Crypto做结合吗 还是我们最近 有很红的 叫NFT的这些概念 能够进行一些 怎么样的资源整合 在你看来 这个eSport的产业当中 我觉得当然是会有一些结合的 不只是在跟Crypto跟NFT 在很多不同产业 就比如说我们拿NFT来说 NFT其实坦白来说 就是 比如现在你买一个 就是Pokemon的卡片 对吗 你买一个卡片 你说OK 我找到这个比较 西游的Mewtwo 值多少钱 然后你如果要去认证 你要请一个 比较experienced的人来说 OK 其实这个是哪个卡片 可是如果你一转NFT 全部东西 就是在区块链上来说的话 什么东西 你可以直接 从那个区块链来认课 OK 其实我的这个东西是真的 这个东西其实很方便 有些就比如说Game 他们有出一些 就是限量版的一些 skin之类的东西 可是这些东西 你how to go screen determine the value 的话 是可以store在那些区块链 they can come into an NFT 还有不只是在Game 你也看到在Sport最近也有 比如说WWE NBA NFL 他们都在出他们自己的NFT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 如果eSports的方面 都有这部分的连接 我们可以看得出 eSports其实会更大 对 其实我今天听到 Roy的这些分享 我深刻的感觉到 Roy 他是一个对于电竞行业 非常懂的人 辽弱指掌 所以他知道 他自己在说些什么 然后Roy 他对于未来的发展 他是抱持着热忱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 电竞这个行业 他是需要有热忱 有想法的人 才能够去做得好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 Roy的这个公司 他们其实不以 这个选手当中的skill 作为唯一的判断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很多的职业选手 他们的一个盲点 就跟一般的这些athlete 这些运动员是一样的 如果你单看这个skill的话 可能你到30岁 40岁 当你反应比较慢的 你可能就被迫要淘汰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干嘛呢 或许就是变成 这个电竞行业的 其他的角色 可能你可以做commentary 可能你可以做streamer 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 帮助这个电竞行业 能够有更好发展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种切口 对 电竞确实是一个 未来的一个产业 跟一个可以去思考的行业 所以我们的社会 要对于电竞这个行业 少一点的偏见 然后多一点的去了解 我觉得电竞行业 才会发展的更好 今天非常谢谢Roy 来到我们开门建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开门建商是由财经 制作的单元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财经.my 或者在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BFM财经 以及各大的 Podcast平台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包括了Apple Podcast 跟Spotify都可以听到 这个节目 星期一到星期五 每天准时更新 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你可以私信到 财经的联署专业 开门建商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